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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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方面可以问专家的意见 比方说我刚跟你讲 去问一些医生 什么东西对肺癌的患者 数后的那个东西有影响 对不对 有的时候就是你要资料直接拿出来 去做一些data的manipulation 看看资料之间 有没有交互作用 然后会影响到你要预测的结果 和分类的结果 这个是selection 然后呢 怎么抽样 要抽几笔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这里面请注意这里面每一个 这里面每一个主题都可以写博士论文你知道吗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 这都可以写PhD dissertation 只是说呢 简单的题目都被人家做完了 剩下都是什么 都是很难的啦 You know what I mean All the remaining topics are very difficult All the remaining topics are all very very difficult Trust me They are not easy OK 然后呢 有的时候你可能要创造新变数 什么叫创造新变数 什么叫创造新变数 这应该不难理解 有很多东西是变数 相加的结果 有很多东西是变数 相除的结果 有一个什么指数 有印象吗 最近大家都在叫什么 物价涨得什么 涨得很什么 很凶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你们听过 什么是购买力平价指数 你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购买力平价指数 什么 有一点相关 什么是购买力平价指数 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最常拿来衡量 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你的老百姓的这个所得的水准 最常用的是GDP嘛 对不对 或是GMP嘛 就是什么 美人的国内生产毛额 对不对 用美金来计价 用美元来计价 有没有 所以比方说 日本的国民所得是什么 4万 平均美人4万美元 对不对 台湾18000美元 对不对 韩国可能2万 对不对 可是 光看这个就准吗 不准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不能只看这个 还要考量到什么 物价 物价 每个地方物价什么 不一样 不一样嘛 对 对不对 我上个礼拜 天 不是 这个礼拜天啊 因为就前天啊 我从杭州飞回来 因为我去谈那个 一个 我去签一个 跟上海财经大学一个学院 就学院跟学院签的 我们跟他已经是解面校 辅仁大学跟上海财经大学 是解面校 可是呢 那次签的一个是什么 Umbrella 就两校的而已 你知道通常你知道 学跟学校签的是那个什么 是那个大的保护伞 什么意思就是 我们学校去他 我们的学生去他那里 不用再交他的学费了 他的学生来我这里 交换也不需要再交我们的学费 就是你自己交 自己本身学校的学费 去那边 基本上只要付什么 当地的生活费 你去那边的机票 自己负责 负责当地的生活费 你需不需要再交那边的学费 不需要 最多有的时候可能是 每个学校要求你交保险费 因为那是 Health Insurance 就需要 那不用再交当地的学费 对不对 那修的课通常都互相什么 互相承认 这是校跟校之间签的 可是愿跟愿的结果可能不一样 因为我可能有一些另外的诞书 所以我去签约 那当然他给我讲座教授聘书 叫我去上课鬼 我才不去 那个聘书哪好看的 我也不会想要去 没有空 那我回来呢 我就去调查一下 杭州嘛 对不对 我就到他餐厅去 他的餐厅 机场里面的餐厅 那个terminal是国际线的 还有非港澳台的 进去那个餐厅你看 最便宜的一碗面 88块人民币 88块人民币 是最便宜的一碗面 所以人家还叫 我们中正机场的东西很贵 我真的必须要这样讲 我们那些立法委员 真的 都不做功课了你知道 你信不信 全世界的机场 里面的东西 一定比市区贵什么 贵很多嘛 你怎么可能要求市场的 你怎么可能要求机场里面的东西 跟市区一样 你去日本的机场 你去东京的机场 你看看买一瓶可口可乐 你看多少钱 会不会跟他市区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机场就是要怎么 就是要赚你的钱嘛 机场里面的麦当劳 会不会比他市区的 会不会跟他市区卖的一样 这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不过我举这个例子 不过88块人民币也很可怕 因为杭州 他们才赚多少钱啊 对不对 那个物价差异差别很大 所以请注意 杭州我们去 那个西湖边上的 一平方米三万美金 西湖旁边的房子 看得到西湖的 一平方米三万块美金 一平方米就是九十万新台币 一平三点三平方米 你就知道那一平多少钱 两百多万 就在西湖边上 比我们的那个什么 地宝还贵 本来大部分都不是当地人 都是外国人去买的 所以他们贫富差就很大 所以你知道 你把他的所得 除上他的一个指标 你就会得到考虑购买力 以后的所得 你知道吗 台湾如果把物价的指数考虑进去 我们的国民所得 是比韩国高很多的 有没有去过韩国 韩国的东西很什么 很贵 就像你刚刚讲 你如果把那个大麦克指数放进来 韩国的东西是很什么 很贵的 然后我们的国民所得 参考我们的物价 我们的购买力 比日本没有差太多 这是最近的数字 这是最近的数字 也就是相对来说 台湾的物价相对是什么 你们说它涨对不对 可是我说 台湾的这个 在防止物价上涨这个部分 基本上已经算是什么 OK的 相对于别的地方来说 中国大陆最近物价涨翻了 很可怕 那你们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 前一阵子为什么那么多地方革命 利比亚革命 埃及革命 你们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你们知道埃及那个最主要的革命 那个穆巴拉克滚蛋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你知道 是因为它小麦长了好多 它连面包都没有吃 所以是这样起来革命 把那个穆巴拉克干掉了 所以物价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你有时候要创一个新变数 你是不是有一个变数叫做国民所得 你看另外一个什么物价指数 国民所得三分号来讲 跟物价指数做一个调整以后 就会得到PPT 购买力平价以后的这个指数 台湾的所得 如果你考虑物价之后 是非常的什么 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钱虽然没有像人家赚那么多 可是我们的物价相对是什么 是比较低的 是比较低 你评价以后 我非常有感觉啊 因为我全世界到处跑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你都不会相信 我去年的11月到欧洲出差 我的飞机呢 是从中正机场直接飞到伦敦 直接飞到伦敦 我去 我在伦敦机场过境 因为四点钟到 那六点多才接飞机到西班牙 我们的姐妹叫做巴塞隆那 对不对 在伦敦 吃一个汉堡 一份薯条 加一杯可乐 15英镑 15英镑 你知道15镑多少钱吗 1英镑多少你知不知道 1英镑50块 50几块新台币呢 然后因为 那个还要付小费 我后来付了18镑 一个汉堡 一个薯条 跟一杯饮料 18镑 到了西班牙去 好一点 15欧元 欧元是40 差不多啊 欧美都是要给小费的啊 那美国呢 15美金 我只有去美国 美国吃那个机场 15美金 美金是只有 现在只有到 30 因为英镑对美元 是1.65左右 1.65美金 对1英镑 你去算 50几块 那你信不信 你去中正机场吃 一个汉堡 一杯薯条 跟一个饮料 你说多少钱 100多块 2英镑 2英镑 对18英镑 所以你说英镑 它再赚这么多 它会是你的九倍吗 不会啊 可是英国就是这样子啊 那个东西是贵的 那我就问他说 你们为什么那么贵 We are earning pounds 他就只跟你讲 我们赚英镑 你赚英镑你要多大 对不对 18磅 蛮可怕 所以你要知道 很多的时候你必须 你拿到变数 你不是只看这边 因为你要去做转换 因为你有时候 你要做研究的目的是 要来比较 它的购买力 而不是只看 它赚多少钱 所以你要比较 它的购买力 你就要创新的变数 那有的时候变数要转换 怎么转 你的年龄是什么 很多勾嘛 对不对 有的是直接叫你写年龄嘛 几岁嘛 可是这个又会有问题了 为什么 东方人啊 华人啊 那个年龄都screw up 为什么 你们两个我随便讲 你们两个可能同税 你可能比他小一点 可是你搞不好勾出来 年龄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有的人用逐税啊 有的人用什么 用虚税啊 然后东方人的算年龄 刚好又跟美国人是什么 不一样 我们一定 我们女孩子一定最喜欢 美国人的算法 因为他是用十岁 而且怎么说 你明天才满三十足岁 那他一定会跟你讲 你问他几岁 他一定会跟你讲 二十九 可是在台湾那已经算多少 三十一了 那二十九 你就勾二十五到三十啊 三十你就勾到什么 下一个年龄程序啦 你懂我意思吗 那如果你是这种写几岁啦 或是用勾的 那你可能做的研究是要做什么 我要比较四十岁以上跟以下 你是不是要做变数转换 前面这几个 不管是十五二十以下什么什么 全部都会被转成四十以下 你是不是会去做变数转换 你要转 四十五到五十 五十到五十五 全部是不是就是四十以上 那你为什么要转呢 因为你研究需要嘛 我研究只是考量四十岁以上 跟四十岁以下 有没有消费行为的不同啊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学问很大 你会因为实际上的需要 变数就去做一些 相加相减什么相乘相除 产生新变数 这个变数去做什么 转 有的时候要开根号 有的时候去做什么导数 对不对 你要听过什么吉尼系数 很多这种东西 对不对 还有一个什么指数 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是什么加什么 你们也知道嘛 痛苦指数是什么 失业率加什么 通膨嘛 那失业率是不是单独一个变数 通膨是不是另外一个变数 加起来就变新变数啦 是不是 所以需要 有的时候需要创造新变数 有的时候变数要做转换 所以你就知道 光在从资料开始收集 到最后你可以开始跑 那哪有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它绝对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相信我 很麻烦 非常麻烦 谢谢您的 非常感谢您的